今天是2024年11月9日 正當一眾網民將關注可白和何太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第三個新的YouTube account 的時候 有網友突然發現原來就在昨天 何太的第一個YouTube channel 即是成功申請到盈利,拿過課金 他聲稱收到1400元,但只不過不懂得開 account 拿不到錢出來,還說稍後要去電腦店跟進的那個 account 原來就在昨天無聲無色消失了 正當大家在寬天起地叫小鳳姐的時候 就發現小鳳姐應該忙到脫落了,為什麼這麼說呢? 反正在今早上剪這條影片的時候就發現 何太的第二個YouTube channel 原來都已經消失了 如果現在大家找的,就只能找到他第三個YouTube channel 頭兩個你怎麼搜尋都搜不到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是被人檢舉? 他自動delete?還是其他原因呢? 而同時間,相信可白和何太,以及他背後的管理員 都知道這兩個 account 保不住了 為了盡力鼓起第三個 account 何太就在昨天,即11月8日,一日之內就連發8條影片 到底發了出來之後成效如何呢? 他這個 account 有沒有辦法開通到盈利呢? 又或者這樣說,他的影片質素如何呢? 有沒有機會可以令到YouTube推薦他的影片 令到他的影片突圍而出呢? 版主搜集了資料之後,今天有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這條影片之前呢 希望大家先留言之前 之後就再給個like like完之後呢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是ok的,就記得share給身邊的人看 而未訂閱的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 希望所有進來看這條影片的人都做足這幾樣東西 麻煩大家 首先版主也是那句的啦 過往已經講解過 關於可白和何太的事件 版主就不會由頭再講一次 以免大家會覺得版主拖長些東西來講 所以版主會在每條影片的描述那裡放回以前的連結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進來,又覺得版主的分析ok 想聽回以前的呢 quick進去連結那裡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由頭再按一次的 而如果你是想專門聽他們兩夫妻的事跡呢 那就可以直接看完整個播放清單 簡單又方便 首先呢,版主在做上兩條影片的時候都已經講解過 何太開第三個youtube account的目的呢 就很明顯他第一個account和第二個account都已經做不到下去 長時間做直播,但都開通不到盈利 就算開通到盈利呢 轉過頭又被人ban回頭 所以有錢都拿不到 那當然啦,他就繼續在那死撐呢 就說自己的錢不是拿不到,不是被人ban了 只不過是不知怎樣拿通到自己的銀行戶口 所以過不了數給自己 不過版主在上一條影片那裡就已經駁斥了這個說法 因為每一個做youtube的人都應該知道 但凡開通了盈利之後 第一件事呢,就應該是拿通自己的銀行account 事關你在youtube賺到的錢,youtube就不會等你 你90日之內不開通銀行account的話 90日之後的收益就全部都收不回 youtube就只是說聲多謝,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都是那句,那些什麼 我不知道怎樣拿通銀行account 有空就去電腦店找人幫我搞 這些一聽就只是謊話 真正的原因就只有兩個 一是就是何伯和何太兩個 以及他背後的管理員 完全就沒有經營youtube頻道的經驗 但這個呢,也是不可能的 其中一個管理員阿美麗 他的account應該過了1000訂閱 以及開通了盈利 所以估計他拿不到錢的原因 就是他其實那兩個account 一直都是開通不到youtube盈利 又或者呢,就算開通到 都被他判回頭 所以他兩夫妻呢 才急著要開第三個youtube account去救忙 那當然啦 版主昨天說過之後呢 就有人誤信的 他們就會說呢 不是呀,外面其他youtuber不是這樣說的 他們說呢 頭兩個account呢 就被管理員控制住 第三個account呢 才可伯和何太自己的 可伯和何太開第三個account的目的呢 就純粹為了分家 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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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頻道有收入呢 那些錢呢 可以拿回自己的袋子 但是呢 正所謂呢 風水佬就騙你10年8年 版主呢 最多都是騙你兩天的 版主前兩條片 所作出的推斷呢 就完全正確的 因為去到昨天 和今早 他兩個大號 即是何太生活語錄 和咖啡酒堂呢 這兩個account 都不約而同 這樣呢 就被Band了 如果現在大家 去搜尋他們的youtube頻道呢 就找不到的 如果你們是靠單純 click他們的影片連結 嘗試看回他們的舊片呢 youtube的系統都會說 那條影片呢 已經搜尋不回 而亦都有網友呢 在facebook群組那裏 就說呢 過往的檢舉紀錄呢 所有的影片呢 都已經被移除了 那所以呢 那些什麼可伯和何太 和管理員分裝不運呢 那兩個account就是管理員管 第三個account就是可伯和何太自己管 這些說法呢 現在看回後呢 很明顯就是不成立的 而真正的原因呢 就好像版主早兩條片所說的 他們就已經知道 頭兩個account大限張置 開通不到盈利 所以呢 才要急著開第三個account 繼續經營youtube 仍然是希望可以靠youtube賺錢的 那好啦 既然他頭兩個youtubeaccount都被人Band了 那正如版主所說 他只可以努力地經營他第三個youtubeaccount 但版主之前都分析過啦 兩公婆空無半點墨水 自動不認識多隻 他不做直播靠出片的話呢 基本上呢 他的影片呢 就沒有什麼題材可以拍攝的 那唯有呢 就說回他們兩個自己啦 那但是如果只說他們兩個自己的話 那有些什麼要做呢 就像現在的影片這樣 要是就拍著自己煮出來的那些送菜 和何八殺熟狗頭的那個樣子 要是呢 就有何太親自上陣 就在田基那裡跑步 跑10秒鐘 然後呢 就當這樣呢 就叫做一條影片的啦 那版主在做上一條影片的時候呢 都已經講解過 如果他的新youtube channel 又做普通影片或者直播 改為做short影片的話呢 基本上要開通盈利的話 以他現時的影片觀看次數和頻率呢 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那就真的開玩笑地說啦 不知道是不是版主的影片呢 被他們兩夫妻看到 又或者呢 被他背後的管理員看到 昨天呢 可白和何太就非常之勤力 那就一天之內呢 就連續出了8條影片 那版主在11月7日下午的時候呢 截到他就出了33條影片 那但是呢 昨天11月8日的時候呢 他就已經出了41條影片了 那就是一天之間呢 他就出了8條影片 那但是呢 以他現在的觀看次數來計算呢 那就有排都還未追得上呢 youtube對短影片開通盈利的門檻 那而且他的影片呢 沒有質素之餘 有一些呢 根本呢 可能跟他們兩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反正就看到好像其中這一條影片那樣呢 就只有十幾秒長 拍著沙灘的日落 那但是呢 完全就沒有可白和何太的蹤影 而背後的那把聲呢 也都不是可白和何太本人來的 我們儘管看看這條影片是怎樣的 那大家剛剛看完這條這麼短的影片 就發現呢 這條影片基本上呢 就和可白和何太兩個人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他們兩位呢 沒有在影片本身那裡出現啦 背後的聲音呢 也都不是他們兩位的其中一個 而影片的內容呢 也都和可白和何太是無關的 雖然呢 這條影片的標題呢 就硬是說 何太的鄉下 那但是呢 你隨便拍一個沙灘 隨便拍一個日落的話 都可以說是可白和何太鄉下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就真的有點勉強的 那當然啦 大家就可能會說 可能只有這條影片是這樣而已 可能其他影片呢 全部都有可白和何太的 那不要緊要的 如果大家真的這樣認為的話呢 版主就再開多一條 聲稱是他們兩個個人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裡面的影片內容 關不關他們兩夫妻的事 那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又很明顯啦 根本呢 這條影片 隨便找一個人 去山頂那裡拍一拍香港的夜景 那之後呢 就這樣扔上他的Youtube頻道呢 就老屈說是他們兩個拍的影片來的 那首先都是那句啦 他兩夫妻呢 就沒有在這條影片那裡露過面 而影片後面的聲音呢 也都沒有他們兩夫妻的聲音 那好像呢 純粹是有些遊客在鏡頭後面說話而已 那根本呢 就完全不像呢 是可白和何太的影片 又或者呢 完全不像是他們拍攝的 那似乎呢 可白和何太也好 他背後的管理員也好呢 就為了幫他這個頻道 在90天之內 要拆一千萬的觀看指數呢 就隨便什麼90、10片都扔上去 之後呢 就說這些是可白和何太的影片 然後就駁你們按進去看 那看完之後呢 我沒有他們兩個了 那最多就被一個Dislike走了 那但是呢 就已經成功騙了你們的Quickway了 那由於這些影片呢 實在真的濫於充數了 那所以呢 他們得到的觀看次數啊 反應呢 似乎也都不是太過熱烈 那直至到今天 11月9日上午 版主再截這張圖的時候呢 他41條影片 都只是累計到 59,800多次觀看次數 那平均一條影片呢 觀看次數就大概是1,400左右 那對比版主11月7日晚上截的圖呢 他當時每條影片的平均觀看次數呢 就1,200多 那呃 某程度上呢 他都叫做有進步的 那不過大家呢 就不要忘記YouTube其中一個 開盈利的前設 就是如果他走short影片的路線的話呢 他影片的觀看次數呢 就要按90日之內計算的 那他的YouTube頻道呢 就已經開了一個星期了 由11月2日到現在 11月9日呢 他出了50幾條影片 就只有59,000多次 接近6萬次的觀看次數 那就是說他餘下的83至84日呢 就要努力這樣出片啦 追回剩下的994萬次觀看次數 如果按照這條方程式去計算的話呢 即是說 之後何太每日出的short影片呢 都要起碼多10萬次觀看次數呢 他才可以勉強達標 但是他現在的影片呢 平均觀看次數都是1,400多的話 可不可以達成這個目標呢 似乎就真的很勉強 那所以都是那句的啦 如果那些影片質素差 根本和可白和何太無關的話 你只是硬硬把那些影片 加可白和何太兩個字 就當成是他們兩個的影片呢 事實上就一定是沒有人看的 而就算有其他人 真的被你騙到第一次 click了進去看 見到那些影片 不關你們兩個自己的事的話呢 那也都相信 很快就會click回走 那還有呢 你下一條影片的話 基本上他們都不會再看的了 那所以版主都是那句啦 與其在那裡花盡心思 出一些沒有質素的影片 繼續呢 想在youtube那裡留一個席位給自己 但又明知自己的質素呢 根本就不可以在youtube上面賺吃的話 那倒不如呢 放棄在youtube營利 放棄在youtube賺吃 對現回你當初的承諾 認真地在街邊開過牛扒檔 煎牛扒養阿可白呢 就可能比一切實際得多的 再加上呢 其實就已經有大量的網民踢爆 他的影片除了跟自己無關之外呢 更甚至呢 有一些影片根本就是一些舊影片 甚至有些影片根本就是舊到呢 阿何太還未稱為何太 還要叫他做業女士 即是他根本還未跟可白一起的時候 就已經拍下來的影片來的 那試問這些影片又怎樣可以叫做 可白和何太生活語錄呢 根本就跟可白完全無關 不過呢 基於片場所限 今天呢 版主的影片就不會去詳細描述 他的影片到底有多舊 到底有多假 也都到底關不關可白和何太兩個人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是留言說下 版主嘗試在另一條影片那裏 就再拆解回 可白和何太現在新頻道的影片 到底關不關他們的事 到底是什麼時候 以及在哪裡拍攝 到底呢 當時拍攝這些影片的目的是什麼 那只不過都是那句啦 既然拍出來的影片質素那麼低 也都沒有人看的話 版主在這裏就奉勸可白和何太 盡快收手 做一個普通人就算吧 那好啦 版主的評論今天就來到這裏 那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可白和何太頭兩個YouTube Channel 被人Band了 現在找都找不回呢 而大家又怎樣看 他第三個頻道 鋪來鋪去都是這麼沒質素的影片呢 大家又認為他們的新頻道 90日之內可不可以做到 1000萬次觀看次數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吧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吧